各位气象达人的朋友好 欢迎到我们气象达人时间 我是主持人彭启明 今天呢要访问到一位 我们真正的这个气象达人 刘广义刘老师 刘老师好 达人你好 我应该说是气象老人 你才是达人对不对 那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同时有一位这个我们的气象 新生代的气象达人 简伟静伟静好 各位听众朋友彭博士大家好 有我们两位呢 一起来访问这个我们的刘老师 我在大事的时候 刘老师教过一门航空气象学 我印象很深刻 刘老师那个穿一个一副军装 老师是少将对不对 那时候还是中校 开始的时候 后来是少将 少将 那个有一个小兵帮着老师开车 然后老师讲起来一堆故事 我们上课 大多数我们那个大气的课 还蛮无聊的老师的门课特别有趣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因为你这本书 我首先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是 这个是由这个黎明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 叫风起云涌 气象与作战 气象与作战 所以这个其实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很有趣 那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我们一下 就是说您跟这个学气象到作战 你这段的这个历程是什么 就是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这种军事气象跟作战的关系 我参加空军非常早 都在你们这个出生以前我就进空军了 那即使说讲到做航空气象 你刚才讲的这个课是航空气象 航空气象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民航的航空气象 那民航的航空气象讲的都是 都是说航班怎么飞 航线怎么设计 设计完了以后怎么也可以让这个飞机飞在 最经济有效的这个航线上 高低有一点变化 比如说西风沸流你怎么凑它 去美国或者还是回来 那你一个呢去的时候就要进到里头占便宜 飞得很快 那尾风嘛 尾风把你飞机吹过去了 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就得防着了 有东面向西飞的时候就变成顶头风 那你最好是高一点低一点 也不过只有一两千英尺的这么个厚度 怎么躲开它 这是民航的航空气象 那就我们军事的航空气象来讲不是 那个飞行员最关心的是说 我把飞机离开跑道飞下去了 飞出去了 我到台湾海峡转了一圈 或者过去我们还可以到沿海 那到沿海呢我飞了一圈 等我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 我是平安落地的 所以在航空气象上讲究的就是 这个三小时里头 它有出去到回来 到来关系到什么 所以这就是民航跟军航之间的差异性 那我有民国五十年就从事这一行 那从事这一行呢叫做累积了很多 对飞行员的安全 对作战战力的发挥 这个经验性的或者常识性的都就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说 这不见中间有很多关键性的东西 我应该下点功夫去处理一下 老师我好奇是因为我看到你这里面说 讲到这个814这个空战 这个我们应该是中华民国第一次 那个空战打赢 打下这个日记 6比0 对 就高制航 对 现在还有那个制航国小 对 然后那个你就特别讲到这个814 然后你特别把814的气象特征把它找出来 对 那我就好奇是说 我们待会再来谈814那天 因为以前的那个飞机 那个我相信那个年代没有雷达 没有 气象雷达 没有 完全没有 那时候没有雷达 那现在的飞机 飞机上面也有雷达 对 也有雷达 那照理讲 现在的飞机 等于是说 理初里面有提到说 以前很需要气象 那现在呢 现在的飞机越来越好 它真的还需要更多的气象吗 还是说现在 现在的气象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而已 实际上就以前的飞机来讲 像刚才你讲814 等下我们可以去谈一下 那个飞机飞在空中 假如顶头风太大 就把它给吹回来 它飞不过去 那现在飞机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天气要求的条件 就相对的来讲完全不同 比如说 以前我在金门当气象官 那个上一机场 那个飞行员规定他 过了台湾海峡之后呢 你要想在金门落地 你就要看看太武山顶 是不是在云外 假如台湾山顶你可以碰到 你就可以落到上一机场去 那个多少呢 大概800公尺 那这样的话呢 它大概过了中线之后 很快就可以看到它 不行它就回航了 所以它有将近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来处理回航的问题 可现在飞机不是啊 现在飞机改成 你不需要在那么遥远就看到看到它 用雷达也好 所谓的GCA 叫做Ground Control Assistant 就是地面辅助导航 让你可以落地 所以它呢 可以完全不看到上一机场 可是呢 它在临界最后将近100公尺 这个时候它要看到报道 否则飞行员是不能落地的 因为飞机还是要安全嘛 尤其今天的民航机 它不能落地 它就要回来 可是你想啊 它已经到了上一机场的上空 只剩下不到一公里的距离了 它那个反应时间是比较非常非常的短 那就容易出事 所以你刚才讲说 到了这个航空气象还重不重要 它的重要性变成是 那个临界你报的准不准 所以困难度更高 以前说话报800公尺 我报它700 它真正发生700 也无所谓啊 900当然更好 那云木高 让飞机可以看到 可现在不是 现在只剩下最后100公尺了 当你飞机落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还报错了 结果呢 它不到100公尺 它剩下8、90了 那飞机员要把它拉起来 那个危险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今天的航空气象 反而是更能够防止 你的最后阶段的时候发生意外 而长期来讲的话呢 无所谓了 我到飞到台湾海峡 是不是能看到太武山 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我到了落地以前呢 我一定要看到 所以我常常给我的学生讲 你今天看航空气象的重要性 相对来讲 那个时空越来越短 越来越小 所以你在那个临界点一定要报对 或者你要替飞行员看得 要非常的标准 不能出现错误 那老师 因为你写这本这个 气象与作战 风起云涌 那这个是我在台湾第一次看到 跟近代作战有关的这个书 老师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 老师你花了多少时间 去整理成这本书 像这类这种的书 应该是第一本 就是把科学给历史 中间的战时结合在一起 那你问我花了多久的时间 假如光是就这本书来写来讲 我大概花了将近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那因为这里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我要经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呢 有一个地质学家 非常有名的地质学家 有人说他是地质学之父 有这么一个人 那他就说过一句话 现在是过去的要事 你要想了解过去 你一定要先知道现在 那你向地质调查 那动不动都是千年万年的事情 那不可能有很多过去 可是你有现在 我现在的钻探出来了 那就我就可以说 一万年前或者多少年前 他应该怎样 所以我用这样的观点 来处理这个过去的历史上 说发生的这些战争的实例 那我就需要在现在 找到一个非常关键的 给那时候的应该是 可以足以代表的 所以我这本书里 就用了很多现在的东西 来说明它 那在这个书呢 真正我写是花了多少时间呢 是我在空军 你刚才讲说 当连队长当少将的时候 那个时代 我们常常有所谓的庆安演习 庆安演习干什么 庆安演习就是说 主官要留在队上 像老总统过世 那我们要留在队上 像金国先生过世 我们要留在队上 那我们一住就是 住个十天二十天 整个的这个国家有重要大事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那里 住在那里以后你想 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你在那住着 坐在办公室里是很困难 很苦的 那我就发现有一本书 我值得看 就是蒋卫果先生 在做三军大学校长的时候 他邀请了一批历史学家 战史学家 写了一套书 我刚才说一本 实际上是一套 就是那个 A4那个大本的 大概有十本左右的这样的书 他叫做中华民族历代战史 那我就让我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助理 我说来 有图书史 请你把这些书给我搬过来 所以经过先生过世的时候呢 我都住了差不多 讲到四个礼拜 天天住在那里 那除了处理这个公务之外 那我就看这套书 那时候我不晓得是灵感呢 还是说准备过多少年之后 我要写这本书 于是乎我就做笔记 凡是有这个作战的 我就把它那个作战的那一段 而中间有气象的 我就把它给抄下来 抄到不是营印的 所以我连他的图 我都让营印下来 保留到那里 那到了我退伍之后呢 我决心写这本书的时候 所以我就变成第一个 非常有根据 是什么呢 是这个蒋卫果先生 招了一批人写了这些战史 他描述了那个战争的过程里头 什么时候天气扮演了 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就把这个历史把它拿下来 所以这本书里头 老一点没有历史的 我就拿神话过来 新一点有历史的 我就拿这个历史布什过来 然后我进到第三段 我就把科学 大气科学 你也学大气科学的 这中间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返回去解释的 比如说你刚才讲说要讲这个 要讲这个814的 那这里头呢就牵涉到一个 814那天到来有什么样的天气 那这里头呢 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下 现在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我找到以后呢 我就把它拿过来 两个一盒就变成我这本书 所以它是一个科普 它非常有故事性 所以各位观众也好 听众也好 你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太学术 我会不会看不懂 没有这样的问题 你假如对那个科学的那一块没有兴趣 你就把它丢掉 那你就看那个神话故事 看那个科学故事 那个历史的发生在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好好的拿814来做个比方 甚至于说我们也可以拿三国演义 大家都说三国演义是靠不住的 不是历史 可是三国演义写 持闭之战的整个的天气过程 我相信你也应该有所涉猎 你就觉得 哎呀这个罗冠中怎么那么 天气学读得那么通 整个的过程它是通的 你今天用科学的眼光去 去好好的去分析它 你根本找不到毛病 老师我个人觉得是说 那个以前我们看读了很多 例如说三国演义的那个故事 它其实里面都气象 然后我会去想办法去解释这些东西 以前我们老师也教我们这些东西 可是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但是我最佩服老师一点就是说 你把近代的几个战争 对 特别是说民国以来八年抗战 对 对一直到现在 对 可是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我们先开始讲了 为什么要问老师这些重要的话 因为老师那个气象资料 我有记得我们有时候看大陆 他们的说这个遇到洪水 嗯 每次都说六十年一遇 嗯 没有百年 因为那个听说六十多年 他们建国六十多年以前 都是都是我们国民政府 在大陆的时候这个资料 可是老师你这里面讲到不少都是民国一二十年的 对 很早的时候 对 你这些资料是现在来说的话 是真的都找不到吗 还是说就老师你两岸的这个了解来说的话 这个这个会不会有 是有一个断层在那个地方 有 断层发生在哪里啊 包括我们我们有个中国气象学会嘛 大家都知道你也是会员或者是怎样 那由民国十三年开始 我们就有非常完整的资料 民国十三年整个全中国是全中国十三年 有那个时候中国气象学会成立 然后呢中央官向台成立 中央政府的官向台成立 一成立之后呢 下面就有气象地震这些观测 观测之后呢 那时候就设了一些债 但数目非常少 非常少 那断层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1949年 就是民国38年 整个政权转移 整个我们的政府搬到台湾 搬到台湾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很多资料变成在大陆 那在大陆呢 就发生后来文革也好 这个那个也好 去除封建也好 很多资料就断了 可是呢 有两个单位 他是把它带来的 一个就是空军 空军把航空气象战的一些资料 是带到台湾来的 这里边有个很了不得的人物 就是刘元和刘老师 他是真正的航空气象的B组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中央气象局自己在台湾 原来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总督府的侧后所 那这个侧后所的这个 这个所长是一个博士 他非常有学术思想 他非常有这个气候的概念 所以他把它保留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一百年来 到现在来讲 差不多一百一十年 这个时间的资料 他是连续的 他是连续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拿来当作我的列证 而这里头呢 中央气象局花了很多的时间 把这个灾变性的天气 都整理成一本书 其中最成功的一本 就是台风 那台风 它在整的时候是八十年 那现在加起来呢 就超过一百年 那这里头我们就可以找到 那些历史的掌握 比如说刚才讲八一四 八一四大家都说有台风 唯独气象局这一本书里头 这本八十年台风记录里头 没有这个台风 那当然是相信社会上的一般的说法 还是相信中央气象局的档案 那我当时就根据两个理由来研判 那时候的飞机是飞不过台风的 不太可能那个飞机 它跟个风筝一样 它打得飞得过去 那第二个呢 象局没有这个台风 显然是民间所流传的 那个有点说过头了 后来证明确实是这样 老师我其实就回想到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抗日里面 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八一四 因为这个我们那个小时候 我已经应该从来没有看过 那个对日抗战的那个影片吧 只有看过纪录片 纪录片那个印象也不深刻 因为你会一点感觉都没有 包括达人看这个抗战的纪录片 甚至于大陆上的很多 我们对共产党的报道 你可能也没什么感觉 可是我不同 我看过剪桥英烈传 你有看过吗 没有 剪桥英烈传播的时候 他可能还没出声 有没有出声还是有点值得怀疑 值得怀疑 对 老师我讲到剪桥英烈传 我相信现在五六年级生 大概都有看过 我已经是七八年级生吧 七年级生 七年级尾嘛 他是根本没看过的这个电影 老师那个其实那里面 也很重要就是高智航大队长 那老师特别讲到 他8月14号那天他击败 这是整个国民政府第一次 打败就是飞机 航空 对 尤其是空军 那那所有的飞机是俄国人的飞机吗 那时候有两种 一种就是美国的飞机 也就是波音的前身 造了一些飞机卖给我们 可是抗战的时候呢 是俄国人帮我们比较多 抗战一开始是俄国人说 我给你飞机 我给你训练飞行员 所以你刚才讲到高智航 高智航是跑到兰州去接飞机 那为什么跑到兰州去接飞机 因为是俄国人给的飞机 那俄国人给的飞机呢 那他去了 去了之后他就把这批飞机要飞过来 非常早的飞机 那个翅膀是两层的 那个 螺旋桨的 螺旋桨一个螺旋桨 翅膀是两层的 是没有坐舱照的 你坐那里是露天的 所以你要自己把自己包得很好 又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说的压力一 那就是飞高了之后 气压比较低的时候呢 他就有点气压偏低 人就会不舒服 好在那时候飞机也飞不高 所以他飞的是一流升的最原始的飞机 最早的飞机 那可是呢 他飞这个飞机过来的时候 他第一批是失败的 没有成功 他那时候已经是叫做驱出机的司令 他照说他可以不用带队飞行了 可是他说不行 抗日了 我不能坐在办公室来打空战 我要自己还要监 什么呢 监第四大队的大队长 大队长可以飞 这个司令就是不需要上前线了 结果他自己带着人到兰州去 把这个飞机给接回来 接回来的时候呢 碰到一路都是暴风雪 暴风雪 你想那个飞行员在那个路 飞大概两三千 就一千多公尺到两千公尺之间 飞在那里 地面都已经零下冰填削地了 又降个两三度到那个高度上 所以他第一批飞过来的时候呢 落地的时候 是冒着大风雪落地的 他非常难落地 他自己的飞机也摔掉 还好没有把他摔死 那被俄国人 被那俄国教练 把他臭骂一顿 他自己的日记里写 他未劳要抗战 我不做任何反别 你说我不行 我就不行 我接受你的意见 目标就是我要带着我的人回去 再接第二批飞机来 那第二批飞机才接到八一四 才来这时候 那时候呢 就是高智航接回来的都是苏联的飞机 那原来在杭州的简桥的飞机 或者住在南京的飞机 或者在上海的飞机 那时候已经到松户战役了 日本人已经打到上海附近了 要保卫南京的松户 就是这个上海这一带 要保卫这里 结果呢 他在他到落的时候 这个飞机到落的时候 实际上他自己人还在南京 还在开军事会议 那那天呢 他就是在机场里拦下一架客机 你看他多么的坚持 要来参加这个第一战 他拦下了一架客机 然后把这个客机呢 让他说你不要飞你的航班了 你给我把我送我到杭州 在他落地之后 别人把他的飞机飞来 飞来之后呢 他上去打第一仗 那他他就打下来了 那讲到这里我就要讲了 我们常常啊 很多人说空军那个6比0准不准 是不是有空军自己在做做宣扬 说哎呦把人家打了个6比0 我也查了日本人的记录 那天他是那个飞机怎么来的呢 8月4号我刚才讲 不是8月4号有个台风到周山吗 8月2号3号的时候呢 就有琉球经过 所以琉球的一个航空队 日本的一个航空队 飞到台北来了 来避台风 到了14号的时候 他们飞机打的 说原来不是在台湾的飞机 那他们总共多少呢 出去18架还是多少架 出去的 自己他们自己的战史记录里头 有四架掉在大陆 就是被打下去了 那朱克珍日记里头 还特别描述了 说有一架飞机掉在哪里 上面有一个飞行员 是日本人死在那里 所以他都看过这个飞机掉下去 那另外的飞机呢 在路上 有两架就是没有出海 还在杭州湾的时候呢 掉下去了 所以这样就是六架 那我们就记载说是六比零 我们真的是一架飞机都没有掉 可是珍珍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在过海的时候 又掉了两架还是三架 那也就是在海峡里 受伤比较轻的 还是被打中了 那还有一架呢 落地的时候摔掉了 所以珍珍日本的记载 是那一个战役里头 他还有大陆上四架 海峡上这个大陆沿海 两架就六架 再加上海峡上 再加上这个松山落地 摔掉的这一架 所以他十六架飞机呢 实际上只有几架平安落地 后来这个队长就切腹自杀了 OK 好 我们非常精彩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个待会呢 我们还要好好来谈谈这个814 因为这个高智航在空军的 这个记载里面 他的地位里面是非常非常崇高的 非常崇高 我们待会就来特别提到 这个高智航高先生 真的是非常崇高的地位